第一场戏 海归兰子们在火车上 对苏美平生的洋化的日本女子 拼头论足 到然后惊觉 先前被她们吵弄的女子 竟是尊师的女儿 这部七大洋 算是清水红的第一部成名作 其情节之大胆 奠着清水红作品的尖锐和超前性 接着这个开头 我们进入清水红的电影世界 沟口尖二曾说 小金和我这样的人 拍片得穷尽气力 但清水红就是个天才 虽说导演们作品之外的话 是不可信的和他们的人一样 但是能从沟口尖二的口中 听出这样的话 也实属难得 但视频前的部分观众 可能是第一次听说 那只有时代的因素 胶原的保存事实上 它绝对超过我们长大的困难 在1950年1960年 事实上是台语片 非常繁盛的一个时期 累积了将近一千两百多部 比较遗憾的是 我们现在保存下来的 已经不到两百部了 首先 其次是中文世界对清水红的研究 而英文世界也是在70年代后 评论切才开始 关注清水红 真正在日本境外首次有系统的整理回顾清水红的影片 还得等到1988年 John Gillette在英国国家电影院策划的主题为 Traveling Man The Films of Hiroshimaism的影展 其作品横跨 1933年到1957年 共17部作品 由于影片数量有限 一开始的评价也是以误解为主 在20世纪90年代 松主家庭录像公司 一口气放出了五部清水红的末片 分别是七大洋 港口的日本姑娘 大学的少主任 乐视 东京英雄 考虑到她大部分的无声电影都已经丢失 以及大家现在的观影习惯 那我就只选其中的三部啦 1921年 七水红加入了刚刚建立的松主莆田摄影所 从助理导演开始做起 我们今天谈记的第一部影片 是1933年的《大学的少主任》 他的原作是《原尊艳》 编剧为《荒田镇男》 1933年 距离明智维新过去了58年 距离《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 刚刚过去了43年 而1930年 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拐点 面对现代性的入侵 传统社会 该如何应对呢 这部影片的男主角 作为大学橄榄球队的明星运动员 同时也是教游制造商的儿子 一开始是带着不懈的情绪 面对家庭和学校对自己的规训 他也做了很多貌似对抗他们的举动 而为了凸显这位男主角的特权地位 影片放置了几个对照人物 他的碗事不公 对于他父亲手下的雇员而言 是奢望 作为一名雇员 无论是自己的恋爱 还是自己日常的言行举止 他都受制于雇主的意愿 而影片里的少主人 有着作为家族长子的特权 这保证他可以游手好险 自如地穿梭在不同的女孩子之间 他自以为是的叛逆 其实都是在社会的允许范围内 而相对应的 父亲的女儿们 则被永远地限制在家庭内 大女儿被安排进入婚姻 而小女儿也被指定了未婚服 通过和妹妹的对话 男主角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幼稚 从这里开始 通俗的剧情发展 应该是少爷离家出走 决定自力更生 这里我们不谈个人的道德因素 现实是这样做的成本太高 一般人是陈述不了的 所以一般人的做法呢 是在挣扎一番后 再决定融入其中 所以影片中的少主人 也很快调整了好了心态 那影片如何展现这一点呢 那当然是男人帮之间的合作啦 明知自己的姐夫在外有情人 也知道他每晚都待在一集的酒馆里 但他却和姐夫之间打成了一种 战友般的默契 他不仅欺骗自己的姐姐 还为此表演了一场夹大的戏码 以此来圆晃 也就是说 这里有一条红线 夫妻双方都深知且遵守 对于男主角来说 此刻面临的红线就是 个人的情感必须让位于集体利益 在影片的结尾处 男主角重新获得他先前享有的尊重 而代价就是自己恋情的结束 但这对于男主角来说 可能这就是他众多恋情中的一个而已 而那个女孩则需要付出 背景离乡的代价 身份不平等造成的错误 还表现为 女孩辛苦跳舞赚钱 供自己的弟弟上大学 到头来 和群体利益相比 弟弟却毫不留情地站在自己的对立面 女孩的弟弟这个角色 更像是传统社会的联合剂 将一些试图偏离这条轨道的人 及时地拉回来 至此这场世界对决 现代性完败 因为里面的所有人 最后都是在传统社会的框架下 完成了自我规训 而男主角也只是调皮了一下而已 影片中 唯一一个一直在反对传统价值观的小女儿 最后也在帮助自己的哥哥 上后感情战 所以 现代性虽具有破坏性 但在传统价值面前 暂时还是起不了事的后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是1933年 青水红在港口的日本姑娘 这部影片里 开始正式将西方的形象引入 同时影片的大部分情节 都发生在横滨 这座东西方交汇处的港口 这部影片的原作是 《北林透马》 偏剧为《桃山蜜》 青水红影片的开场都非常的有意思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两个女孩对着大海说出了完全相反的情感 一个感叹旧时代的离去 一个在感叹仙德话的到来 随后影片也为两位女孩分别画出了两条不同的成长路线 拥抱现代性的女孩 也就是本片的女主角 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 主动出击 很快便拥有了自己的爱情 而另一位女孩显然也对拦住有益 但爱与旧里只能违心祝愿 现代性在开场便以这种形式 在两位女子身上直接碰头 所以这一次的对决 现代性完胜 但影片只是以此来引出女主角的引火烧身 在上一部影片中 所有的人都不敢预计办好 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 跨过红线之后 自己将会失去什么 这部影片便是为我们展示 预举了社会规则的人 他们的生活会变得如何 同时还为我们展示了 社会的惩罚机制 最常见的结果之一 是将之排除出去 成为边缘人 这部影片有一条非常俗套的主线 那就是每一位诺难的女主角 都会被附送一位白月光男主 上演拯救的喜马 但这部影片只是借用这个俗套的躯壳而已 男主角这个人物的设定 一开始像是来拯救女主角的 但是情节发展到中间 你会发觉这位男主角的承受能力堪用 最后还得依靠女主角来帮她渡过难关 这个主题在1937年的 暂时忘却爱情这部影片中 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但是与1937年的那部影片不同的是 这里还设置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角色 一个主动决定依附于女性的蓝二号 看来创新只能从蓝二号入手 但乐见蓝性回归家庭的社会 到现在还没有到来 于是 导演为这两位边缘人安排的结局 便是远走他乡 《清水红》最后一部无声片是 1935年的《东京英雄》 原作是《原尊艳》 编剧为《荒田正男》 这部被认为是清水红最灰暗的电影 里面人物的情感都几乎或主动或被动的挫服 情感的错位在每个时代都有 比如苦念念的那句经典台词所追问的 但在这里造成这种全国性的伤痕 是不合时宜的传统价值观 这时候遵从传统价值观的旧人 和追求自由的新人之将 会对彼此释放出巨大的恶意 互相伤害 从这部电影开始 孩子的成长进入到清水红的事业里 影片的开始 一个被父亲长期忽视的孩子 为父亲不能陪伴自己而独自伤心 传统联合机的人物出场 他这样说服孩子 很快父亲就和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也就是影片中的女主角 组成了新的家庭 但这位孩子的父亲 他经营的公司是一个类似传销的组织 被揭发后 他很自然就丢下了自己的孩子 跑路了 单亲妈妈就这样 赶牙子上架般地开始了三五十育儿 但怎么养活这一家四口呢 这次女主角没有重复上次犯的错 决心靠自己 但是社会并不乐见女性进入社会工作 几张本属于男性的工作 所以很自然就职剩下 与色情相关的服务类工作 女主角以静一家地下酒吧为神 但由于社会偏见 她选择向孩子们隐藏自己的真实职业 问题就此开始 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本身就会伴随着持续的心碎和幻灭 再加上孩子们发现 这么多年的感情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 这种伤害性和无处发泄的怨气 可不会因为母亲都是为了自己这样的事实而抵消的 不要将孩子包裹在粉红色的泡泡里 不然被戳破 拘婴宝宝们会建立一身粉红色的血哦 而影片开头那个被父亲丢下的孩子 她在得知真相之后 选择继续待在继母身边 那并不是因为她是个善良 懂得感恩的好孩子 而是因为她在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被她的父亲上了一节亲情课 孩子们向来都是精准地找出那把刺伤自己的剑 她在报纸上公开揭露她父亲公司的罪行 从此成为了东京英雄 影片的名字由此而来 但这不是无聊的师傅情节 是她自我愈合不了的伤口 在试图做些挣扎 在无数次的徒劳的等待中 她一直试图搞清楚 为什么父亲不陪在自己的身边 电影里的这位父亲并不是张牙舞爪的 浑身散发着邪气的坏蛋 他只是个想要快速致富 懦弱的普通人而已 考虑到当时日本的社会环境 快速致富的计划 可以被视为一个更大的掠夺性企业的缩影 也就是当时日本政府口中的大东亚共荣圈 但这对于大萧条期间的人们 却具有致命的诱惑 清水红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并将之展现在自己的影片中 能做到这一点 已经一脚跨进了大盛的行列 社会前进的过程中 那些不合时宜 偏扑的思想和习俗 会拖拽着每个人都进入这场实验场 最终当每个人受的伤足够绅时 也许抛弃他的时候 应该就要快到了吧 清水红末篇时到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下期节目我们进入清水红的有声片 欢迎大家收听我的播客节目 视频下方都有相关的链接 播客节目可以看作是视频内容的背景补充 讲述日本的现代性 发现日本的现代性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